ABL 東南亞之業藍球亂賽 白心在香港東方主場迎戰的老對手 新加坡騰飛之師 莫凱波的初段兩隊都挺聰明 這邊看到菲迪斯在籃底雙手入盡 這邊靠著巴石 這下的大洞漂亮 來過後手的全球 給他好拍檔艾利諾 左手車身上籃 其實在首節的階段 看到東方很多攻勢 做下去比中鋒迪加拿 他都不負所託 第一節拿了九分和五個籃板 不過尾段東方失誤出現了 這個球看見對方外援楊格 帶入樽之後 胸口撞到防箭 有一段時間巴石太黏手 這球球真是楊格掌握球 不過不要緊 錯有錯就是給劉子麗 阿沙的三分球 打完第一節 東方領先是21比20 看到第二節 繼續是迪加拿強霸的籃底 這個球進入後還打到N1 騰菲茲斯打的就是快打的旋風風格 這面被菲迪斯入樽 其實在上半場 迪加拿其實用得挺好的 很多球都給他爆攬 但回不及是另一個問題 這邊菲迪斯也說了 今屆的新加坡 新加坡騰菲茲斯很快的反擊 序遠城 今場繼續有正選的四號位置 這段時間到了第二節的兩分鐘之後 就是東方追回分 李奇這個中距離 當時打成36平手 到最後一擊 對於新加坡騰菲茲斯來說 打到2加1 就是阿力山大 強包在籃底 最後一擊 阿里洛 這是一個兩分球 打完半場 東方落後是38比39 再看到是下半場的比賽 阿力山大 這個真的是全能戰士 籃底的轉身 更加打到迪加拿的犯規 記得這段 新加坡的阿力山大 想控制節奏 聯絡5分 不過幸好這邊還有 就是我們的戰神阿力洛 巴錫上半場 就因為弄傷了一隻手 紮住手上陣 下半場紮住了 都可以打得這麼好 來到這邊 陳紹榮的三分球 不入不要緊 竟然迪加拿在籃底 輕輕鬆鬆 在對手兩個球員力壓之下 都可以把球放上去 接著看到巴錫 再傳一個好球給李奇 整個三分 又把比數拉近一點 繼續都是東方的進攻 這次給了戰神阿力洛 三分球入 還搏迫犯規 這球球 新加坡的騰飛之師 不怪覺得自己沒什麼犯規 很記得這球球 楊格造就飛迪斯 買到籃底 Ricky想過來 想拍走這個球 但誰知道還要送多佛球給他 打完第三節 新加坡騰飛之師領先 64比59 這個時候看到第四節 東方打反擊的時候 其實兩隊 在上個月都碰面過一次 當時東方也要打到兩次加時 才能擊敗對手 騰飛之師有個6號的鄭丁倫 兩邊領導位入了三分球 不過我們這邊都有個巴錫 今天這場球 尤其是在最後兩節 巴錫當了這個45度角 是自己的私家地盤 對 接著還要交球 給迪加拿 但迪加拿這場也做出雙雙 17分18個籃板 全場其實E機球球都非常關鍵 雖然飛迪斯·麻尼想騷擾巴錫 但仍然讓他放高板 你看看 還要少許敬你兩句 巴錫的帶動之下 開始把分數慢慢拉開 致誠阿里諾 這場也有22分的進場 看回這個中距離 但亦因為迪加拿這個球 最後接觸了皮球 結果剛剛累積到 多一個技術犯規 五反就要離場 整場球我認為較為關鍵 就是剩下一分鐘多一點的時間 巴錫是這個 In Your Face的三分球 為球隊真是奠定勝局 麥巴錫全場有26分 三分球是9射4中 最終香港東方主場贏 新加坡騰飛之師88比81 做出四連勝的走勢